各位好 今天给大家讲一下 有时候问我 比如买新船好还是买二手船好 这个还跟买车一样 如果你动手能力非常强 比如说你是搞机械的 你可以买二手的 二手船呢 你也不要买太便宜的 跟车一样 一千的 两千 三千的 当然你修船里的时间大里面 远远超过这个船 如果你没有动手的 你为了安全能够买新的 但是你不管买哪一种 最好要懂行的 船没有刹车 你很难挺 你要反复的链 拿二手船你要找一个 师傅 大外套公司 都帮你看的船 我现在给大家 介绍一下 船的各种各样的船 总而言之船买新船 它吊价非常厉害 你买个六万八万的 开个三年打个一半 能卖一半不错 下边开一下船 喜欢这种船 就是中间一个驾驶的 有浪的时候一块玩的时候 做过这种船 我们在后面必须要躺下 前面的浪打过来 是吧 水上的头顶上飞过去 所以 这个是带有野性的玩的 年轻人喜欢这个 这时候大的不行 瘦不了 这个是美国比较 有点像典型的钓鱼船 它里边有个小房间 刮风下雨的话 可以躲在里边 这个牌子很好 博士和威乐 是好牌子 相当于精神 这个应该排第二 因为它船体比较结实 但是佛罗里达要25尺才行 因为这个海的间距 浪的间距 多年的经验 就是这个 这种船大概 新船的话 大概像这种的话 大概是 21尺大概14万 再长的25尺大概18万 这种船刮风下雨的话 没有问题 这个船呢 就是差不多 我第一艘船 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下雨 确实绝对不行 这条船还比较好 250马力 因为它 这个船才会大一点 遮雨的就是上面这块布 这个是典型的钓鱼船 这个有个方箭 比较喜欢这种 当然它的发动机呢 是在水底下 是吧 Inside这种 我不太喜欢 它喜欢发动机在外 钓起来 维修比较方便 这算老实了 这时候也是一样 船的价格啊 这个跟这个 牌子很重要 是吧 你Toyota的林肯 是吧 就不一样 啊 这个各种牌子都有 这种船呢 就是能够去沿海的了 带雷达 啊 带发电机 沿海 可以做饭 这个 典型的钓鱼船 只不过它把这个 居家呀 这个享受鱼 这个手板啊 结合在一块儿了 啊 这有洗鱼的槽 红鱼的槽 放活鱼石的地方 啊 冰箱 啊 都有啊 这个钓 丘那的 都有 这种船就比较贵了 因为 它那个 太重了 耗鱼很大 258厘的 有人说 350到300的 会更好 啊 钓鱼需要追鱼 赶鱼 速度哈 这个船的品牌比较好一点 查一下 不自动歪了 新船要35万 啊 旧船也不是很贵的 啊 这个船就比较新的了 啊 这种船体的话 呃 不是很切实 反而是 在港湾里跑一跑啊 是没有问题 大概是22尺 啊 这个 机器也可能能掉下来 这种 应该可以 这个里边有一个 外壳也很好 都是 不是塑料的啊 这种新设计 啊 里边有个小房间 啊 这个大概八万吧 啊 新船的特点就是五年之内 划农机不会出出问题 啊 但是那个船的 你买了三年以后哈 你比如说八万吧 你能买到四百三百 已经不扣了 啊 它掉价非常快 因为不是汽车吧 这是个残油的 啊 给你自己的需要 像这个的话 残油的话 然后啊 烧下来那个 烧油的话 只有船啊 只有这个 汽油的三分之一的耗量 啊 各式各样呢 跟你就需要了 啊 当然这可以 开远海了嘛 你看这个 这个船呢 也是 刮过一下雨的话 就有问题了 自己玩 带着小孩玩 港湾里玩 是没有问题的 啊 这都是跟你需要 这种船啊 要上驾驶学校 学航海知识啊 这个 上面旗杆子非常的高 看见没有 非常的高 以前我怀疑它 为什么能远渡直辆 因为它按比例设计啊 里边非常全 时刻拉三 飞行电话 因为航海到一天的时候 不通信的话 要靠飞行电话了 啊 这个 它底下你看它 是飞很深 所以上面呢 有浪的话 它不会翻啊 它这个吃水很深啊